嗨各位 我是錦川一 歡迎 歡迎各位聲優愛好者們 回到錦川一聲優系列 今天第八集我們的主角是 總齊敦美 要說2022最強四絕期的聲優 那我得說絕對就是總齊敦美了 不過 對啦 每一位知名聲優 本來就都會有一年是他們開始狂揭主角 人氣大漲的一年 像松岡就是2012 花江就是2013 而總齊敦美他 情況就稍微比較特殊一點啊 因為 你們知道 一個聲優要迎來他的爆發期 那個期間大多還是落在出道後 二 三年 三 四年的 要是錯過了 那你搞不好 還是能成為一位很紮實的二線聲優 可要一炮而紅就真的不太可能了 然而 總齊敦美 對 我知道很多人是最近幾個月才知道這個名字 或許你會以為他是什麼新人啊 讓我告訴你 他出道幾年了 今年 第 十 年 他到底是怎麼在臣服多年後 攀上巔峰的 而這背後又有什麼樣艱辛的故事 景川一聲優潭EP8即將帶你認識 這一整個聲優界最勵志 但也最曲折的灰姑娘故事啊 影片開始前我想先做一個事前的聲明 我不知道業界官方的人士 有沒有在視察我們這種網路上的影音創作 不過 在此我得非常用力的強調 被影片後續提到的任何內容 都只為了完整呈現聲優的成長以及歷史 其中不帶有任何貶低或者惡意起底的成分 純粹以敬佩及尊重專業的心情來做分享和推廣喔 OK 神兒有沒有開始 總其的聲音我覺得是偏比較不好認得 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聲音真的不像什麼香菜還早就沒有特色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年間總其都沒也都沒有特別去把自己定型 所以等一下你可能會看到很多角色你認得 但你發現哈 原來他也是阿尼亞嗎 講到總其都美是如何志願成為聲優的 這我們要回到充滿懷舊風情的90年代 90年代有什麼經典動畫啊 有嘛 我們有古橋一號監督附堅原作的舊版獵人 我們有現象及動畫的始祖福音戰士 可是啟發總其都美聲優夢的作品 比上面這一些都還要再老那麼一點 美少女戰士 笑聲後的總其都美是如此的沉迷這部動畫 每一周都一定會準時收看 然後到了第45話水手服戰士之死 悲壯的最終戰役那一集 呃 對 以前的動畫真的很喜歡吃這種超級浮誇的標題 當時的總其都美大受聲優們的演技感動而立志成為聲優 然而這 對他來說 將會是一條非常非常艱辛的道路啊 總其都美的家境並不是說非常好 家裡的兄弟姐妹也多 所以那個時候啊 總其顯然就不能跟一些聲優一樣 可能早早父母就跟他們去市場養成所 他自己也需要打工補貼家用喔 據他所言自己國高中放學後幾乎都在打工送報紙的過程中度過了 到了高中畢業總其一個人前往東京 努力在食品公司工作 就這樣花了整整四年才存夠錢好不容易開始正式學習演技 嗯 這個經歷啊 是不是讓你想起了某一個人呢 對 沒錯 松岡真誠當初也是很晚才起步 在開始受訓之前都一直在努力打零工 而且他們一個來自最北邊的北海道 另一個則是來自幾乎是在日本最南邊的九州大芬 這個對應認真很神奇齁 時間過得很快來到2011年總其都美迎來人生第一份聲優的工作 這是一款叫會議的尤斯提亞的標game 要是由老司機知道這款遊戲可以留個言刷個存在啊 在裡面他飾演的是一個叫拉菲莉亞的侍女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寫著拉菲莉亞CV 童古華 是的 表面上以本名做聲優活動的總其敦美 他另一個隱藏的身份是 李界配音員 童古華常年遊走各大小黃油片場 堪稱李界一大勞模 他配過角色有這樣的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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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我前面有講你會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聽到阿納聲線 可是我真的沒想到會是在這裡啊 到了2015 16年左右 總其都美跟華哥這兩個名字的工作量 好不容易才形成了一個黃金交叉 總其成功上岸 產出了第一波可以算代表作的角色 但第一個我們先看到總其與表界第一個有頭有點的角色 夏木昭子 來自零座怪同學 昭子是一個稍微有點欠揍的拖線正妹 畢竟是上岸後第一個主要角色喔 阿將對他的感情很深 甚至還在推文中直接表示 夏木昭子到我死為止都會是特別的 夏木昭子 第二個鬼燈的冷冊的 藉子 夏木昭子 對沒錯就是這隻會說話兔子 好啦這兔子是拿來的不是那麼重要喔 而是你聽這個聲音 夏木昭子 是的這是我目前找到最接近阿納藍本聲線的角色啊 同時呢鬼燈也是前期總其和WiStudio不解資源的一部重要作品 隔年終結赤天使她也飾演了花衣小百合 周圍呢就是一個聲音非常明亮的大姐姐 總其是如何一部一部成為霸權師他們家的灰姑娘這後面會再提阿 總之截止我們看到角色是我個人開始認識總其蹲美的契機 吹響吧上帝音號的凱總音 她是樂隊二年節學姊樂器是雙黃館 標準的三五屬性且有嚴重的東山 啊不西美病 這個角色其實有點特別啊 技術上來說她是第二季的新角色 可是因為金阿尼向來有設計主角群就會順便設計完一整個班的習慣 所以你在第一季是可以在一些角落找到音的就是還沒有台詞而已 反正阿講在這一部就是跟東山那樣瘋狂放閃 金鎖本來就是鐵鐵的百合動畫嘛 沒毛病齁 而且他們這一組CP是如此的深受金阿尼的喜愛啊 後面還出了一整部獨立的劇場版荔枝與青鳥 對畫風一整個變得很小清新 專門講這兩個人的激情故事給你滿滿的百合 但是如果連這樣都還無法滿足你的話 你就可以來玩 花枝守護少女 兼具強大於美麗的花枝騎士為了春之庭人的和平今天也挺身戰鬥 本作是一款以植物擬人美少女們賣你的養成遊戲 完全將扮演花枝騎士團團團長帶領旗下的妹子一同驅逐害蟲展開冒險 有銀蓮花仙人掌黑薔薇等眾多可愛的花枝騎士 看得出來人設上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啊 像我最喜歡的就是櫻花的動漫風格的騎士鎧甲與斗篷 但裡面還偷偷混著和風的元素加上異色頭 你們看看非常巧妙的設計有沒有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來試玩看看 這兒還有一則好笑想要告訴你們 遊戲內上線活動這台進行當中 活動會送超多虛寶的轉蛋 現在就從資訊能還有連續的連結去登入遊戲 進入花枝守護少女的世界吧 總其多美志願成為生優的時間點比任何人都早 但是因為家境的因素卻比旁人遇上了更嚴峻的挑戰 誰沒有講到阿蔣斯在存構前後才決定轉行當生優的 可是這其實不是他第一次的挑戰啊 早在國中的時候他就已經大老遠跑來東京參加試鏡了 只可惜沒有被選上 他憋著這個夢想長達10年沒有成真 後來又再等了快八九年好不容易再次挑戰 卻還是缺乏那個在業界殺出一條血路的特殊嗓音 你能想像你這一輩子都一直懷抱著同一個夢想 可卻必須眼睜睜看到很多條件比你更好的人一個一個超越你嗎? 阿蔣也表示對於聲優的憧憬太過強烈 有時候會覺得痛苦 有趣的是2016年阿蔣遇上了這一個角色讓他產生了不小的共鳴啊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的武士丹翔子 翔子在設定中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賢慧的女生 家裡弟妹很多身為姊姊的翔子 他還得幫忙做家事跟煮飯 是官方認證的老婆 翔子於家庭還有工作間的取捨 雖然不完全重疊 但還是很強烈的呼應了總其他年生活情況 所以喔 雖然人家履歷表並沒有其他大牌神優那麼亮眼 有時還得換個名字 披個馬甲 可是像這樣的不計魂素 我覺得正是總其蹲美他決心的證明阿 有活我就幹 不管再怎麼奇葩的活 嗯 是的 你們現在或許很疑惑 畫面上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不是什麼惡高影片 而是總其蹲美真的在2017年出演的動畫 野良與荒女與流浪毛之星 這是一部改編自個遊戲的迷你動畫 阿獎現在的角色是這邊這個野學妹明日圓遊戲動畫 第六話一開頭突然出現了一群山羊在吃草 動畫中的角色疑似變成了山羊嗎 然後就這樣演了一整集 嗯 你能想像總其去到錄音室站到麥前面 結果畫面一亮之一群山羊吃草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表情 這集一播出就因為實在太問號 直接衝上了妮可妮可的發燒 重點是那個對話內容之深奧阿 好啦 因為總其本來是不好認 而且角色全部都變成山羊 所以我不太確定到底哪一句是誰講的 但是我上面播的這個應該就是總其的角色沒錯 好 那既然我都這樣開頭了 那後面我也就不知道正常的方式 先角色再作品 以下這四段是總其蹲美在2017年出演的比較知名的作品 各位可以來猜猜到底我們的百變灰姑娘躲在哪裡 如果你猜卡亞那恭喜你 答錯了 2017年進捷巨人第二季總其蹲美飾演的角色是 卡亞的媽媽 對 就是這一位被巨人啃腿的阿桑阿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小客串 不過這個角色因為沒有台詞 因此這小小的一段 人家展現出只用細音演繹的即興演出還是很值得稱讚 嘿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動漫時尚被Meme的最徹底的OP之一調教咖啡廳的 總其是剛剛念 呃 天野梅雨屬性是溫柔大姐姐 嗯 如果你聽不出來這個是總其蹲美 那我也不怪你 因為我也死 以上這一些都是很優秀的角色啊 但是對總其蹲美來說 這一部作品則是改變她生幽生涯的關鍵 魔法使的新娘的魚鳥知識 知識是魔法使的新娘的女主角 是被森林的魔法師用天價買回去當老婆的無依無靠的少女 為了配合角色啊 阿獎使用一個比較低沒什麼情緒波動的方式飾演知識 只是你也可以看到 知識她越來越融入在一起的生活之後 逐漸開始卸下新房展露內心的感情 這段過程間啊 你覺得是阿獎做的相當好的一塊 近幾年來 越來越多人開始注意到總其蹲美她多變的聲線 不知是從誰開始的 她的頭上多了一個天才聲優的稱號 2018年阿獎飾演了青春豬頭的雙葉李央 一個標準的理科酷妹 是主角每一次主要的商量對象 量子力學大師冷面毒蛇猛將 總其蹲美賦與雙葉的聲線 其實跟知識還有音沒有太大的差別啊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 阿獎飾演雙葉的方式中間其實是有調過的 對 你們可以聽到動畫開播前的PV中 阿獎的聲音明顯比較高 我猜可能是因為看了動畫人設之後做出了修改啦 而這樣的微調也更突顯出了總其他百變聲線的一個特色 還有最後一個很酷的細節我來分享一下 你們知道青豬動畫第一季分了五張 每一張換女主一定會跟著換 而在其中雙葉版的ED是唯一跟其他人員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的 就在這裡 雙葉版本的ED這一句 你們可以明顯聽出有一個主聲跟一個和聲 但其他人的版本舉一個例子像東山版的好了 雖然也是有和聲可是 沒錯 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這是一個非常隱晦的表現出 莊葉在自己的章節整個人 直接分裂成兩個的手法 必須讚美一下阿獎的唱功 好的 那我們來快速掃過 1920212年阿獎卻那些知名角色 真的有夠可愛 如果我是主角早就選這邊了 2020年經典老漫的全新副客達一的大冒險 阿獎飾演的是主角達一 正統的Jump風格少年鷹 說實在我覺得在該類型裡面 阿獎的聲音確實是比較沒特色的 不過啦 重機頓美他可是用這個壓超低的聲線 演了整整七十塊八十幾的動畫 所以這一塊人家是厲害在那個長久穩定輸出的實力 同類型的聲線呢 我們在Doctor Song第二屆 你一起 還有九九十隻海的安波裡唷 也都可以聽到 2021年VIVI的VIVI霸權社親女兒又一次出演主角 好啦 各位這樣聽下來應該是都有感受到霸權社有多重用 阿獎了 演了三次女主 三次配角 一次路人 到這一年總期距離一線聲優已經只差了一咪咪的距離 廢話不多說 我們看到2022三大總級蹲美的破壳之作 鬼滅之刃遊郭篇的楚河這就不需要我解釋 雨隨三婆的第一婆 三個裡面比較穩重的那一個養藥卷的話 她應該是我最喜歡的 戀上換裝娃娃 前殺獸業 Cosme Juju 看上主角手藝的蘿莉JK姐姐 小時候因為看了魔法少女的動畫 而居然成為Cosplayer 雖然故事啊 又很剛好的對應到了阿獎她個人的經歷 然後最後一個角色 終於我們講到了這裡 SpyFamily的阿娘弗結 這個角色有絕對跟艾倫之餘 瑋玉貴一樣是總其多美之夜生涯的起飛點 而她飾演阿娘的方式還有選上的經過都有一些故事啊 比方說上一次我有分享過 阿獎一開始其實是去試鏡約而的 對啦 直覺感受是有點扯 可是我們才剛一次回顧完總其都沒演過的角色 成熟預解她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不過試鏡結束前總其自告奮勇的說 請讓我試試阿妮雅碎才選上這個角色的 而阿妮雅的聲線則是以鬼燈的冷徹 誒 剛好阿獎第一次於霸旋射出演的動畫 的介子為藍本 就是這一個非常嗲非常可愛的鼻音啊 我們都知道阿妮雅是整部漫畫最重要的角色吧 這不只是在說她於故事中的定位 我覺得更多是在於她於整部動畫笑點節奏的掌控 好啦 講的是有點抽象 最大的賣點是她有點不明所以的乾燥幽默感嘛 你在看漫畫的時候有幾個阿妮雅的表情 或者她的台詞 就是會讓你莫名有種蜜之可愛 想倒回去再看一次的癢癢的感覺 也不能過於浮誇也不可以太沒有特色 就是必須抓到那個很微妙的點 據說在收音的時候相比江口拓也還早見殺吃 大多數的台詞可以一次通過 就只有阿妮雅的staff會要求阿獎多是幾種不一樣的演法 原作阿妮雅的台詞也是比較特殊一點 各位看的時候我猜都有注意到阿妮雅很多句子那個用字 或者文法 都是錯的 這是用來呈現阿妮雅她年紀還小不太會說話 但除了以上這些阿妮雅的部分 還是有其他種極度美自己家的即興發揮 她表示阿妮雅在畫面上不是都會動來動去嗎 她看著就覺得說 欸我應該也要做些什麼才對吧 我舉一個例子 第二話 洛伊德叫阿妮雅去看卡通那一邊 雖然畫面幾乎沒有照到 可是她是有對著電視機一直揮手還怎樣的 就非常可愛齁 而且 嗯對 我小時候也會對著百獸戰隊的片頭去跳舞 嗯 重點是你們可以仔細聽 當洛伊德跟弗朗基在講話的時候 你是可以聽見阿妮雅在背景發出一些 噴噴噴噴的聲音的 這些全部都是阿獎的即興發揮 所以你可以說如果不是阿獎配這個角色的阿妮雅 今天就不會像這樣從頭到腳散發著可愛的靈氣啊 好的 結束前呢不免俗得還是要來介紹一下咱們的老朋友 Joren平台 Joren目前有提供非常多好玩的英語和繁體中文版的日系 免費遊戲跟付費遊戲 他們的名字 Joren是取自日文中 常連 常連常客的意思 代表他們有信心提供玩家最冰質如歸的紳士體驗 Joren的遊戲種類超級豐富角色更是海量 你如果喜歡美少女 軍事跟火車 那米5列車少女可以徹底的滿足你 而要是你很有愛心想要幫助像阿妮雅這樣孤苦伶伶的小女孩 孤兒的工作就是你的首選 一定能找到你喜歡的遊戲和角色 當然熟門熟路的老司機也歡迎你透過右上角的按鈕 盡情的探索那個立策的世界 謝謝 OK 那我們今天的錦川一聲優談EP8 總級蹲美片就這邊結束了 我是錦川一 做今天這一集其實還蠻辛苦的 不是因為刷整理的資料很多 這件事情我已經很習慣了 而是說EP8是系列 有史以來唯一一個 我必須每一個角色都仔細去查 這到底是不是總級蹲美配的 這一集 因為對不起 他有一半的角色 我到現在真的還是無法將他們 跟本人連在一起 他的聲音實在是太難認 聲線實在是太多變 這對一個新人聲優 不用說是一個很大的硬傷喔 可是對聲優這行業 是如此有熱誠的阿獎 反而將這一點化作自己的優勢 誰都能演拳腳通吃 還研發出了雙重身份 綜橫表離兩界 永遠不會更永遠無法被定型 各位有哪一些喜歡的聲優 先往做一期節目歡迎留言告訴我 並寫下為什麼你喜歡他或他的原因 要是你希望找到志同道合 喜歡聲優跟動漫的夥伴們 超久沒有更新連結啦 歡迎加入景川一專屬DC群景川的大腦 然後頻道最近也終於開啟超級感謝功能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我做更多這一類燒乾的內容 不論是動畫公司談還是聲優談很簡單 在底下先把醫藥費打給我就好了 OK我是金川一我們下部影片見 行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